网红周杨青与罗志祥断开9年感情后 揭发男方曾多次劈腿 消息震惊外界也让他知名度大增 随后他经营的服装品牌 声音真真日上 他也积极登上综艺节目 近日更参与了《乘风2024》的录制 然而周杨青的加入 却引起网友的反弹声让 不少人批评他身为网红 至今没有任何的代表作 而该档节目以唱歌跳舞 作为竞赛内容 就连有演艺经验的艺人 都只言吃不消 不理解为何节目组 要邀请周杨青参加 网友直接对他开酸 什么都不会 难道以罗志祥前女友的身份 去参加节目吗 还是去炫富 不过有网友认为 周杨青参与录制的消息 为节目提供了不少热度 这就是节目组的目的 而他平时有定期的上舞蹈课 实力应该不至于拿不出手 等节目播出就能见真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